今天要來開箱寶妮的房間 進門要接受布魯斯的挑戰 沒想到今天會有訪客 進來吧 我真的在搬現假之前 我一直很期待可以把房間佈置得很像 最近一些歐美僑人的IG帳號那種 很有質感的工業風 然後想要走比較冷一點的風格 所以我還查了很多 就是布置房間的一些靈感啊 然後Pinterest的圖啊 有的沒的 所以就還買了這個床單 然後就是還想好我的毛毛要發在這裡 殊不知呢我的宅小物實在太多了 所以全部的東西進來之後 看起來就是依然是一個臭宅的房間 來大家看一下全關 映入眼簾就是一個臭宅的房間 有很多有的沒的娃娃 然後那邊還有空彩這樣子 完全不是我的感覺 主要是牆邊是藍色的 比較比較尷尬 關於攝影棚呢 我到現在就是還沒有找到一個 我真正很滿意可以錄影的角度 所以我近期這幾支影片都是從這角度錄嘛 從這角度錄 後面那個畫面 就 不是很好看我覺得 不知道大家怎麼想 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 你們覺得以前的背景比較好 還是現在的背景比較好 書桌呢 長這個樣子 然後 呃 這個筆記本是最近跟Netflix拿的 我很喜歡 是那個小鎮滋味的 他做的還蠻簡約有設計感 都很喜歡 那就是平常我做所有工作的電腦 我連剪片都是用這台 MacBook Air 所以 嗯 其實他有點不給力 但是我用的還是很開心 再來是我的桌下的小物 這個東西呢 大家如果有在注意我裡面背景的話 應該 就會常常看到他 他是 就是 我把那個螢火蟲燈放在一個小杯子裡面 然後 從外觀看起來就很像一個夜空的感覺 然後 上次去 日本的時候 轉了這一個東西 一個 一個太空人 然後可以掛到任何地方 我就掛在這邊 看起來超酷的耶 很像就 剛好有 心機消音風 床單是在H&M買的床單 然後最近 今年好像很流行這種 植物 然後綠色 和白色 相接的風格 感覺 然後我看了就喜歡 我就買了 這位是小賀 小賀 坐在印象上 因為牆壁是藍色的 然後我又很想要有那種 暗黑工業風 所以我就買了 灰色的地毯 其實和床單還蠻搭的 就這樣單獨看蠻搭的 轉上去 就又變成一種難倒的感覺 所以就很尷尬這樣 因為床放不下 所以我只好讓他們先 坐在地上 大家看起來好像很開心 然後這些是 我拿來放 平常可能要抽獎 或什麼禮物啊 之類的地方 就在這裡 這個區塊是我 整間房間 最滿意的區塊 因為我就是想要 打造這種感覺 有點毛毛的 然後有點 玫瑰金啊 什麼之類的元素 雖然 對 就只有這一小塊 可以滿足我的夢 然後這是之前 Netflix送的 波特萊爾的冒險 的一個筆記本 然後它超精緻的 裡面是筆記本 然後它外面是長這樣子 一個厚皮書的感覺 很可愛的筆 剛好我覺得還滿搭這個畫面 所以把它放在這邊 是女神 上次在吉拿棒開箱的女神 被我帶回家了 歡迎大家去看那支 吉拿棒開箱的影片 為我做一些 簡單的介紹 這是我的 裝我的化妝品的地方 我以女生來說 我化妝品不算多啊 我就是口紅多了點 我真的有口紅臀肌症 很喜歡買口紅這樣 對 那這些東西 不常的 可以收納 有這種透明的盒子 真的很方便可以收納 你看我東西還沒有放滿 代表我東西真的沒有很多嘛 對不對 我平常化妝就是 會在這個位置 化妝 然後我的 保養品 化妝品 點棒 由米糕來守護 米糕 米糕站好 站好 站好 嗯 嗯 嗯 小米台燈 但是 我完全沒有在善用它的 無線控制功能 它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很普通作用的台燈 然後偶爾會拿來打光這樣 它很棒的地方是 它可以調 光的色紋 可以調白 可以調暖這樣 然後 轉 轉動也可以調 然後 大小腳 下面呢 有 雅琳 我沒有在健身 那是我男友的東西 對 然後現在就是 非常混亂的衣櫃 我今天應該不會開給大家看 因為裡面真的非常可怕 我衣服真的 多到爆出來 然後下面這個櫃子裡面 也被我塞滿衣服 它的作用應該不是拿來放衣服 但是我真的 衣服不知道怎麼放 所以我就只好把它全都塞進去 我原來想要走一個很冷酷 高冷的工業風 工業 黃欣蔚你說那是什麼風 性冷感風 性冷感風 結果 這個是什麼 看起來超級熱情的 超級熱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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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熱情的